在路边遇到两个骑行的姐姐 这大姐问我你是温温暖吗 我说是的 你之前有看过我的视频吗 一直在看我的视频 一直在看我的视频啊 你从哪里过来的呀 我是从那个成都过来骑过来 就骑自行车 对 我们站了还有一个男人在前面 啊 骑了多久了呀 嗯 七号骑到现在 厉害呦 怎么会想到这出来骑行呢 你今年 六十二了 啊 脑袋一转不错 一天能骑多少公里呀 一天八九十公里 八九十公里啊 还是很不错的 骑自 我骑摩托车 我一天才跑个两百公里左右 我的三轮车跑也跑不快 大姐骑个自行车都能跑 八九十公里一百公里 还是很不错很厉害的了 因为我看你包两个胎 我就可能不是你 哈哈哈哈 看我背了两个备胎呀 对对对 要热水吗 我说今天刚刚打了点热水 我都带 啊 有的 我一般都带一个大和一个小服 是 然后走着去 怎么想到这样出来骑行呢 退休了 反正没事 已经退休了 这就几年 十几年了 五十岁就退休了的 嗯 你还叫阿姨了 骑着自行车 你看嘛 出行你不管年龄 也不管出行的风势 只要你一颗想在路上去 这样你也有那个想法 梦想 对有梦想 那你这样子出来骑自行车 你家小孩 你老伴 我家 原很支持他 父母不在了 啊 姊妹有这个担心 但是 怎么讲过讲过 不知事我就走掉 你走了 你几个小孩呀 一个小孩 你小孩 他不担心你了吗 出来 不担心 他只要我开心快乐 平时还是 还是有在运动是吧 游泳啊 然后爬山都在 都在弄 那这一次是第一次骑行吗 哦 我骑多了 骑多了 骑到七点不从 东美的富源骑到某河 还有这个资深的自行车爱好者呀 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骑啊 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还没有 就是在 在 如梦生时候 退休的时候 把兴趣搞起来了 怎么说的 你是四川人吗 还是 安徽的 哦 安徽厨州的 新长城单车俱乐部 我还想说再晚两年都玩不动了 等于看到阿姨这样子的 我就觉得我又有动力了 就是 跟上长时间骑车身体有没有 呃 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还好 一看之后就感觉到这一看现在 里面 习惯了 高原你可能有点高烦哈 有点 现在活动 其他有没有不舒服的呀 没有 长期运动身体挺健康的 还不错 等我老了之后 可能也要骑个自行车断断断断的身体 你们是在路上遇见的吗 前面的同伴 是 出门就结伴一起的吗 到俱乐部 到一个那个 到俱乐部啊 嗯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新长城俱乐部的朋友哈 可以打个卡 317还好 317路上的车还比较少一点 哦 那你过水道的时候害怕 过水道的时候害怕 对 有装灯吗 有 啊 阿姨还装了一个音箱 看她骑了什么车 骑的 捷安特的 这就是一个锁吗 哪个 这个 这是电瓶 这是电瓶吗 嗯 这个姐姐骑这个车 这是个电瓶啊 刚好能跑北半的那个一波 可以跑100公里啊 这是一个电瓶车呀 哦 这是好几年没有骑自行车了 自行车都除了电瓶的形状了 那上坡的时候可以注销利哈 对对对 那你咋跟得上啊 他在前面要等我 啊 他这样稍微好一点 想骑的时候也骑 这个电瓶还是蛮精致的 看到没有 很精很小的一个 他是 他本身就是原厂带的哈 对 原厂出厂的 对 这里也是我 这次骑317 遇到的第一只骑自行车的 我们走呀 不能跟他比 哈哈哈 对 你们乱小心呀 最安全啊 我们要走呀 不能跟你们比 没事 不一样嘛 出行方式不一样 速度快呀 我们速度慢呀 速度不重要 重要是路上的风景 你们是 你们是有做攻略吗 对 有攻略 有攻略啊 就是每天必须到哪里 对对对 哦 那这样还好 嗯 嘿 好了 好了 你们一路旋风 我们也出发了 平安下车 你也慢点啊 我这个 我也快不了 我这个车只能跑四五行吗 你那个姐姐 你这个电瓶 这样这样子 可以跑多少码呀 只要看路 这是平路呀 平路能跑北八公里 你这才能跑四五十啊 对啊 这只能跑四五十啊 嗯 那你跑起来还跑不够啊 我跑的时候 可能还给你这个自行车 这个跑得快了 嗯 这个车贵吗 一万多 我先走了 好 来 好 慢点 好了 加油 加油 拜拜